哇 你這一定要做養不起是吧 沒有 不可能 沒有 我跟你講 天啊 這個是一個Peple 因為好多人就是好富氣好勝財 一定要好喝 美玉弄怎麼可能會有那個 很好喝的 味道很像那個小熊軟糖的味道 小熊軟糖 所以也是甜的嗎 一點點微甘 甘甜的那一個 因為像我平常也是一天要喝三杯手搖飲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喝 好喝 這個可以 像我去年一直去泰國旅遊嘛 然後一直在拍我的YT 一直吃泰國的當地美食 泰國很多好吃的啦 我就聽了經紀人的話說 真的好像要改變 可是要這麼改變 他們就開始推薦給我一個很厲害的茶 我就說喝茶 巴西人不喝茶 我們是喝水跟咖啡嘛 結果他們真的推薦給我喝 就是鮮果茶 鮮果茶 鮮果茶 那這個鹹不是新鮮的鹹 是那個纖維質的鹹 Finder 那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喝起來 它是非常非常爽口 而且它有一個很厲害的點 就是我們最近在吃美食對不對 對 不管你吃多大條的魚 或是多大塊的肉 它可以 就是重要的藥 藥草之王 藥草之王 它有一個叫 就是 這個時候後來去走過文科 是真的很厲害的一個點 它就可以幫我們的身體 就是去拍出一些我們累積起來 不好的囤積 然後就可以拍出一些堵樹 然後它還加了一個很厲害的點 就是 紅色的一個植物叫 鮮渣的味道 鮮渣 沒錯就是鮮渣了 你吃鮮渣它對身體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幫你 就是小花你永遠吃的美食 然後對身體會有太大的負擔 我喝了大概不到兩個禮拜 我都覺得真的身體是比較輕鬆的 可是因為你還是持續有在運動啊 一個是我從去年開始拍好多的美食的 所以我就開始吃了很多東西 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吃的量是真的Double好幾倍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去年中 大概又已經受傷了 我的肩膀受傷了 對 所以我已經沒有辦法去吃 分之白的靠運動 來維持我的身體的體態 我平常都現在只能靠飲食 跟飲料 那我飲料本來就是 即使很無聊 要不吃水就是黑咖啡 那我今天加了一個鮮果茶 對我來說很開心 而且還幫助你消化 因為我剛剛說的嘛 它是有那個藥草之王的織華木素 還有十幾多種的花草成分 花草成分 加起來 就可以對身體實質非常的好 還可以阻止我的代謝 我覺得它的另外一個好吃 是因為我 改變我吃美食的習慣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遇到的 就是我上廁所的便宜就 真的變成很奇怪 就是以前啦 你說大還小 大 就是比較不容易上廁所的 可是喝了它之後呢 不到一個禮拜 我開心的事情 是我回到以前 生廁所的便宜 一包在外面 要喝什麼東西 直接從那個便宜水的那個 一瓶水 包裡面洗一洗就可以喝 所以就像我手水壺 我就直接丟一包進去 就可以了 然後加熱水 很棒的分享 謝謝 謝謝我們